同样也是交通重大建设 镜头带引到花莲南区 最受铁马族喜爱的 玉富自行车道 去年0918强震 天路桥桥墩严重位移后 封闭至今 而随着玉里大桥 动土开始拆建 协助正工所代办铁桥 再修工程的观光局 华农重管处 也就赤字了5000多万元 目前都已经完成设计 预计最快 今年年底前就可以完工 去年0918强震重创的 玉里大桥公路总局 也在本月9号动土拆除重建 禁令玉里大桥 同样也是在那场强震中 受损严重的 玉富自行车道铁路桥 何时进行栽开修复的工作 地方高度关注 因为这个案子是 最主要还是玉里正工所在任养 那我们管理处 既协助的角度 都会针对一些设施 来协助修缩 那因为这个工程的 这个困难度比较高 而且涉及到这个 秀布兰西这个薪水区的失作 所以后续我们就以协助的角度 来代办这个工程 那这个工程最主要是 针对这个铁桥 受到地震所位移 因为它已经有落桥的危险 所以会针对两个部分 一个是桥墩的补桥 另外一个是桥面的 把它那个制震的部分 再把它修好 观光局华龙总管处协助 镇公所推动修复 玉富自行车道铁路桥 目前都已经完成规划设计 现阶段的玉富自行车道 也仅有铁路桥段暂时封闭 那目前就是玉富只有铁桥 不会受损嘛 所以后续如果从玉里 都会骑到这个铁桥的这个北端 那南端的部分 因为目前来讲 可以从东里骑到这个安通 这部分都可以通行 玉富自行车道铁路桥 桥墩毁损且严重未移 由于工程复杂 失作难度 花龙总管处将赤资 五千多万元来修复补墙 若没有问题 预计最快 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记者时玉兰玉里瑞穗采访报道